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武当山景区想要看路线图还得掏一次钱 很多游客都是出于无奈掏钱买上一份路线图 毕竟出来一次不容易 进到景区内部后很多人会发现里面的大多数景点也是需要单独收费的 这样算下来如果把景区的所有景点都逛一遍 那么要花的钱比门票还要贵个两三倍之多 可以说要多坑就有多坑了 还有一点就是景区内的物价太贵 很多游客表示吃不起喝不起 干脆等逛完出去再吃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